当然是存五个亿更受欢迎了,而且是极度欢迎,因为存款舍得天下,五亿存款绝对是存入之行一年任务中的头等大势,为啥存款比贷款更受欢迎呢? 这个原因很简单,因为存款客户比贷款客户更稀缺,目前银行不愁没有贷款客户,你随便去银行看看,排队等贷款的一大把,这都是借钱的人求职银行。 而且银行对贷款客户都是挑肥减受,就像摇筛子一样把客户筛选一遍,优质客户优先放款,中等资是客户排队等贷款,资质一般的不给你贷款,还有一点是五亿贷款可不是小数目,这个额度甚至可以占到一些小支行一整年现代额度的一半以上。 而且贷款额度越大银行对应的风险越大,万一每天这五个亿收不回来了,从好想到客户经理都要完完,所以很多银行都不敢给单个客户,放这么高额度的贷款。 而五个亿对银行来说,那就是收命线,存款就像银行的血液,没有存款银行将很难生存,特别是在当前理财,同业业务受到挤压的时候存款更为重要。 那现在存款对银行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?很多银行直接把存款任务跟奖金更为平级,晋升都绑定在一起,存款的考核价很大的比重,有的银行玩不成存款任务,得甚至直接取消全年的奖金。 至于平级,晋升那东西想都不要想,与此相反的是,如果你能给银行拉来存款,那就是银行的红人,有了存款,丰厚的奖金,晋升那都是水到去成的事情。 我就认识一个哥们,八七年的小伙子,进入银行才七年,就一路坐飞机从桂园干到这行行长,因为人家认识很多有钱人,年年可以拉来上一存款。 而据说他们银行一个快五十岁的大叔,现在还在干基层一线工作,因为他拉不来存款,银行就是这么现实,存五个亿,你绝对是银行的超级VIP。 现在银行竞争很激烈,尤其是在存款方面的竞争更激烈,再加上其他宝宝内理财产品的角局,银行拉存款越来越难,所以对存款者得天下,这一点不为过。 所以你真能把五亿存入银行,差不多可以完成银行半年的存款任务了。 银行除了高兴就是激动,在银行能力范围内,你看任何条件,估计银行都会想办法满足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